有效率的同时也必须要关注我们大家权益的保障 所以接下来我们欢迎彭凤跟我们分享 他现在在政府里面做的改造工程 谢谢 非常感谢你能够跟大家分享 大家就一面子 这次因为知道说我们的时间比较有限 所以大家当然随时发问 或者是直接realtime exchange 当然是最欢迎的 不过因为知道时间有限 所以不一定每个人的问题都能够讲得出来 也有时间讲 因为麦克风就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 就是连用我通常演讲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 待会我大概开场的简报可能只有十分钟左右 其他就是各位的问题来 那各位如果习惯用橘色奖的那当然是非常OK 但是像现在麦克风在一个人手上的时候 大家就是出于礼貌 大概不会打断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扫一下这个QR Code 我把它放上面比较容易扫得到 那扫得到就扫 如果扫不到可以手动建入这个网址 然后输入07017 那是一样的 就是扫QR Code 或建入这个网址是一样的 那无论如何呢 就是想到什么 想要问我的 或想要我可以讨论的 那就直接在上面留言 就把它当做一个匿名的 当然也可以具名 匿名的留言板就好了 那在上面留了问题之后呢 如果你发现说别人的问题 你也想要问 你也觉得说这个很重要 那你只要按赞就可以了 那按赞的数量越多 它会跑到越上面 那这样的话 我在就是十分钟之后 我就会优先的来讨论这个题目 那当然如果就是觉得说 我回答的不完整 那可能还想追问 那最新的问题会跑在荧幕的右下角 那如果这个刚好没有带手机 当然不太可能 如果刚好扫不到的话 那也可以就是直接 就是我想有另外一个麦克风吗 我们朋友会帮忙传麦克风 那或者是就是请 就是旁边的人帮忙 Key也是可以的 对那有一个朋友进来之后 就Key了07017 那的没有关系 我们大概之后的方式就是说 最高票的我会highlight它 那highlight它之后 我会这个回应 那回应之后 我会把它收起来 所以这个题目 我会一直放在这边 那就欢迎就是 有空的时候可以想一想出 大家想要听我讲什么 所以我大概有 我十分钟之后 我们大概有 可能三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就完全是以大家的问题来 来drive 我们今天的conversation 这样子 大家OK吗 好 那如果OK的话 我们就这样 已经有人练习按赞了 这个已经有一个赞了 这个其实是 通常是长时间的演讲 比较好用 因为如果是两个小时 四个小时的演讲的话 其实中间大家很容易 就去滑手机 那我这一招就是说 把大家手机一开始 就整收过来 所以大家就算 他就是有想要按什么赞 那种就是习惯啊 或者想要留言的习惯 他可以直接留到这个活动里面 就不会被自己的手机 distract 因为现在就是 大家都是 手机是教室的一部分 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OK 好 那刚才这个 加藤你是 希望我讲一下 就是我们民主这件事情 怎么做数位转型 那各位优势经营是 了解到说 在一个组织里面 我们从数位化 就是从资本变成数位 数位的优化 就是它的里面的process 能够怎么样更能效率 到数位的创新 就是因为你做了这些 所以本来不能做的 现在变得很容易做了 这三个阶段 是任何大的事业体 在做数位转型的时候 Leadership commitment 就是各位要uncommit 才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那疫情当然是一次总体检 就是做得好的就很好 没有做得好的 就直到要再加油 那所以同样的 这一次的疫情 对于所有的民主国家 也是一个总体检 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这些民主国家 到底有没有把他们的 民主制度本身 做数位转型 凡是有的 好像就表现得还不错 凡是没有的 那现在就是 还是在一个 比较凄惨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我们就这个是 跟各国的 就是朋友在做讲报的时候 大概会有一个架构 叫做 Visual Social Invasion 就是说 我们的民主的努力 是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严认自由 为什么要严认自由 就是希望说 有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民间任何人 都可以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那这个时候 就是Social Invasion 出现的时候 因为它可以改变社会 看一个事情的方式 那好比像说 像这个乐高 它本来是有一个 聂勇这个设计师 在那个纽约时报上面的 一个全版的一个广告 那这个广告呢 就是它是一个二维的 就看不太出来 它那个设计的意境 所以就有一个朋友 把它用乐高 重新诠释了一遍 就是Who can help 就是好像掉进一个 疫情的黑洞里面 那就是Paiwan can help 就是OK 包括Digital Social Invasion 就让大家很健康的 这个走出来 那这个就是二维的广告 变成一个三维的 一个Social Invasion 一个概念 那所以我们Social Invasion 大概有三个Pillar 就是三个主要的价值 那非常好奇 就是Fast Fail Fun 就是快速 公平 那又有乐趣 那我就先讲Fast的部分 那这个其实是之前 就是郑平跟我最 就是致力于做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的法规 其实是落后于10 15实在是太多 那我们并不是说法规 要超前于实 因为如果没有人看到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制定法规 但是应该是说 任何时候一个实物上 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 它可以暂时不受法规的影响 有一个像Sandbox 或者是说先实验一阵子 那在那边呢 大家可以安全的畅所预言 也不需要去担心 好像会被消失啊什么的 就是它是建立在 言论自由上面的 那这个时候 就算是我们的做法 需要调整的地方 我们就只要看说 诶 湘敏现在觉得 怎么样子的做法 是比较好的 大家可以同意的 那这样子的话 像台湾有个叫做PTT 它是一个非盈利为目的的 一个大部分是由 就是台湾学生 所经营的一个论坛 那所以在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完全同样一份这个消息啊 是去年就是12月31号 李文亮医师在武汉 说华南水果 很新市场确诊了 奇迪SARS 然后附了那个检查表 那就在就是 他在PTT上面 有一个叫No.5 转贴了 就是12月31号 凌晨2点 就在同一个时候 李文亮律师 就正在被他的主管教去问话 那所以这个是同样的发帖 但是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就是在台湾 因为我们有言论自由 他就被推爆 就是大家就会发现 这件事情是真的 他看起来有评有据 有重要性 那在PRC就是比较不信 就是说他就被和谐了 就是就没有办法 这个发布他的这样子 一个讯息 那所以现在就是 我们看到 Hotium Intelligence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我们的Medical Officer 我们的防疫医师 就是因为可以相信 在这个项目的这个讨论里面 大家这个推爆这件事情 他真的是有评有据 所以我们不是去惩罚这些人 相反是说 我们是立刻把他 take a serious way 然后他就说 1月1号 那就从武汉来台 就必须要接受 这个登机检查等等 所以如果没有 这个Collecting Intelligence 这个自由的土壤的话 就是按照Civicus Monitor 台湾是目前亚洲唯一的 就是一个Minister讲的话 跟一个Hacker讲的话 这个都不会被消失 在任何其他旁边的 这个管辖领域 都是说如果一个Hacker讲一个话 Minister不喜欢的话 说不定下一个什么injunction 它就不见了 对像新加坡 就是目前是这样子的状态 对那所以我觉得说 这样子反而是让我们的反应 能够超前部署的来源 就是来自于就是每一个人 那当然这里面的Digital Technology 有的时候也不需要非常的先进 有时候就是一个Tall Free Landline 就是1922 就是你一个免费的电话 那任何人打到1922 其实他立刻被接起来 几率都超过九成 我们花了非常多力气 在这个Call Center的optimization上 但对使用者来讲 并不是使用者去配合技术 而是技术来配合使用者 任何人只要打1922 他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那他有什么不明白的 1922会尽可能帮他回答 他提到一些新的情况 比如说在4月的时候 有一个小男生 因为我们当时是配起口罩 你不能挑颜色 所以他只有粉红色的口罩 所以他就说 他不敢带去上学 会被笑等等 那所以呢 有足够多的人 这个在1922 report这个时候 他也是马上就escalate 到我们的这个防疫中心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个陈松石灰官 跟他的这个快乐的防疫五月天 朋友们 这个在隔天 马上就戴上了粉红色的口罩 所以那个小男生 就从这个会被绩效 变成是会被羡慕 因为他才有这个 就是防疫英雄专属口罩 所以我的意思是 像gender mainstream 这种事情 他其实是单独单独的 你NPO啊 这些 他要推广 他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像性别主流化 我们在新军院花了12年的时间 才推到现在这个程度 但有的时候 就是像这样子 一个social innovation 有人打1922 说那为什么 你们不带个粉红口罩 这个来支持这个小男孩 那当时那个 称职会官还加码 说这个 他小时候最喜欢 就是粉红爆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一顺之前 就把那个刻板印象 把它扭转过来 所以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其实是后面的这个 fairness and fun的一个基础 因为只有众人住职 这个众人知识 才会变得更好 我们传统上都说 政治是管理众人知识 好像众人是被管理之人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social innovation 就是众人知识 众人住职 你只要看到 一件事情它可以改变 你打1922 事情就真的改变 所以这是fast iteration 快速的迭代 那刚才Jungle 也曾有讲到G0V G0V其实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政府的网站 不都是什么点 gov.tw吗 那以前看不顺眼 那就只能吵嘛 对不对 只能在街上吵 那当然偶尔牵领一下立法院 那但是就是 都大概只能用 对抗的方式来处理 那但是G0V的诉求 就是说 没有啊 我们想到一个 更好做法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 join.gov.tw做得不好 那我们就把 这个欧改成雷 所以呢 大家就只要在 浏览器上面 改一个字 你就进入这个 好像hacker's government 就是一个 重新想象过的 一个政府 那他做的事情 跟政府 本来做的事情 是相同的 因为是开放的资料 但是呢 他却透过更互动 更高的 让大家更能够 参与的方法 来做完全一样的 一件事情 所以G0V想到 这个传统 就是他看到政府 什么事情没有做 什么事情做不好 他不是去炒 而是说 他自己进厨房去炒 就是火部的炒 去炒菜 那这样子的话 他做的这个部分 如果好的话 政府马上就可以去 把它变成 就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 那这个东西 我现在跟各国介绍 就是把它叫做 reverse procurement 就是反向采购 因为以前的采购法的采购 是政府想到一件事情 民间去把它达成 现在是民间 想到一件更好的做法 政府来把它达成 正向采购 你要等好几个月 反向采购 24个小时就做完了 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最近一个反向采购的例子 就是说在G0V的那个频道里面 就是随时大概都有上千位朋友 一直在想说 怎么让公共服务变得更好 所以在当时 就是我们二月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口罩使命制吗 那当时就有一个台南的 一个年轻人叫做武战伟 那当时呢 他就看到他LINE群组里面 大家都是去回报说 这个超商啊 这个去城市啊 他还有口罩 他没有口罩 他还有口罩 他没有口罩 那就是习办 就是他觉得都非常麻烦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 很简单的小up 就是一个地图 让他的新闻好友 可以在上面去注明说 这边有口罩 这边已经卖完了 等等 但是呢 他没有料到的是说 在他去吃午餐的同时 他就上了新闻 就爆红 全部都在用 他的这个超商版的口罩地图 所以他上午餐回来 他就签了Google 这个60万的API的使用费 那时候紧急把他关站 紧急关站之后 他就上G0V的那个频道球 就说大家有没有 比较省钱的方法 来做这件事情 那所以就有很多工程师 帮他想办法 我也是其中一个工程师 所以说我们就在那边 交换这些主意 交换之后呢 隔天院长就开会嘛 那我就把吴张伟的这个作品呢 就给苏院长看 说我们现在不是要跟 这个药局合作吗 那这个东西是有一个 像一个导航 那苏院长他有个好处 就是我跟他解释一件事 都不用讲第二遍 他一看就了解了 他就说 像是一个导航系统嘛 红色是说会塞车嘛 所以虽然比较近 但是你不要去 因为他已经快卖完了 那绿色呢 就是表示他很顺畅 稍微远一点 那你去那边的话 是有药就是药局 是有口罩给便宜的 所以呢 他就是告诉健保署说 那我们叫 Trust Citizen with Open Data 那这句话非常的关键 就是说在以前的 正向采购里面 是我相信一个厂商 我的资料只给他 那但是反向采购是说 他已经是用 群众回报的资料 我们现在只是希望 钥匙也能够用 相同的格式回报资料 但不是回报给吴张伟啊 是回报给所有人 就是透过国发会的一个 就是开放资料的这个品牌 当时也是 就来和你帮忙是建置起来的 所以其实这个 它就不会只是一个 它不像说我如果是盲人的话 这个地图对我就不好用 那所以它就有语音助理 你可以直接问Siri 嘿Siri哪里买到的口罩 它就可以跟你讲 那又或者像说 大家用LINE是用很多的 所以当时机关署 就有一个HTC DeepQ的一个团队 作为一个机关家的 这样子一个LINE的BOT 所以你就只要在机关家那边 问说那里有口罩 那它也会显示出 一个地图给你 所以一瞬间 大概一个礼拜之内 就有超过100种不同的应用 那每个应用都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你到这个卫生所 那当时每天是 每个礼拜是两片嘛 所以说你去看到全人58 然后你刷了健保卡 你过30秒 你就会看到这边变成56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它的分散式账本 它的正确性 是每一个排队的人都可以确保的 也就是说排你前面的人 后面的人 可以来验证说 要是没有按钢 任何口罩 这整个系统是大家都可以相信的 而不是说 我每天或每个礼拜 让卫福部来把同期公布 那样的话 就只能盲目地相信 或不相信健保数了嘛 那但是这样的情况下 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理想 去确认说 这个数字真的是真的 那所以当我们在这个 就是roll out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接下来的口罩 不是国家队吗 就开始增产了 那以前呢 就是我们口罩队成功的增产 这个应该是从 每周三片到每双周九片的时候 以前这个你要说服大家 这个并不容易 因为这个roll data 就是没有处理过资料 很难有人看懂 那但是因为我们释出了 这样及时的资料 所以民间的朋友 就会做像这样子的文标版 来告诉大家说 这个公平行事 民间来帮忙监督的 而且呢 其实当时也有这个委员嘛 在这个质询 这个卫服部长的时候 就直接用民间 所做出来的一个分析 说你看起来增多了 那某些地方 它看起来配送量 就是不够 某些地方配送量 看起来就超过 它应该要动态的去调度嘛 那林威福部长就说 对啊 你教教我嘛 等等 那所以下一个礼拜 他们马上就调度了 所以我们实际配送的方法 其实不是我们来决定 而是民间 透过这样子数据的分析 它有点像是一个期货交易 那个供需量的prediction一样 那我们一下子就建置了 这样一个动态调度的系统 也同样的 并不是让特定的厂商来做 而是说任何人有更好的调度方法 只要告诉我们 我们马上就这样做来 确保这个汪名性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分析 你就发现说 确实有一些地方 特别就是竹科 或者是双北的一些地方 大家都特别的爆肝 就是工作时间特别长 就是一大早就上班 也不会有空去药局排队 下班的时候 所有药室都下班了 他们怎么样都拿不到口上 所以大概有两成左右的人口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因为他可能又自己住 又让他交给家人 然后去帮他拿 那所以专门为了这些朋友呢 我们就开发了就是考虾2.0 就是说跟超商合作 任何人都可以用手机来订 然后在超商去取货 那这个当然就是 虽然想笑得很开心 因为觉得24小时 这样子就把药局排队的问题 缓解了一部分 但是2.0之后呢 我们192又有人告诉我们 就是它是移工 就是它虽然有健保卡 但是它用的SIM卡是prepaste 就是是预付卡 所以那个健保快据通 它很难做认证 那它当然也不可能 有空虚要去排队 那所以我们专门又为了 像这些移工朋友等等 去说或者他的照顾的长辈 他也有健保卡 那这样子就可以去超商去插卡 插那个健保卡 就也一样可以预购 就是所谓的口罩3.0 那这些都做完之后 就大概9成1 9成2的朋友们 都有使用这样子的服务 那我们再去调查说 剩下来的人为什么还不来拿 他们就说 其实我们家里存了很多了 所以他们是已经超前部署了 但是这些朋友既然我问了 他也会给我一些建议 所以就有一些人说 但是我因为家里很高 所以我没有去拿这个quota 我想要捐给国外 我可不可以 因为那时候出口也是管制的 那我就说好啊 那可以 我们就在健保快据方面 他只要按一个键 就可以把它选择权 换成写名权 所以到现在已经 大概600多官片左右的口罩 几十万人 其中有一半愿意 这个显示他的名字 所以大家到台湾 你看看我们那个网站 就可以看到这些名字 包含这个唐凤的名字 就可以知道说 我有捐出六天的口罩的量 所以这就不是说 台湾的外交部在做外交 而是那么多个台湾人 在做外交 那这个fairness 也是很重要的是说 大家是一起来确保 而不是说盲目的相信 特定的机关 那第三个 也是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humor over rumor 在很多国家 他们明明疫情已经控制的 还可以 但是呢 他们的另外一个疫情 叫做infodemic 就是不使讯息 就是恐慌性的购买 等等 反而一直都没有办法压制下来 原因是因为 他们当然控制疫情的方法 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大概都是用lockdown 就把大家关在家里 大家关一下 就很容易胡思乱想 而且关久了 那个mental health 大家状况都不太对 所以就是 只要一看到什么 什么阴谋论 一看到什么 让人义愤贴因的这个谣言 不管是恐惧还是愤怒 非常容易就会 这个传播那个儿子 可能都有三四 就是一个人平均会 渲染给三四个人 那所以我们怎么对峙这个问题 是各国都非常有兴趣 有的比就是怎么控制疫情 还有兴趣 因为谣言在他们那边 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我常常分享 就是说我们的解决方案 叫做humor over rumor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刚刚的那张 这个Synicus Monitor图 可以了解到说 其他旁边的周边的管辖领域 它是可以透过take down的方式 所谓的administrative take down 就是说行政院的某个部长 说哪一个报道不对 就可以把它下架 那他们是用一种 比较强制的手段 就像lockdown一样 去处理这件事情 可是这个就好像forst quarantine 就是说除非你做到很 就是很极致的程度 不然的话 人民的那个恐惧还是在 他的无知还是在 所以你把它下架了 可是他也没有对事情更了解 所以下一次又一个哽 又一个谣言的时候 他还是一样去散播 因为人民对这个谣言没有免疫力 那我们怎么样培养公民的免疫力 又不会下架任何东西呢 我们就是靠幽默的力量 什么叫幽默的力量呢 就是我们采取一个东西 叫迷因工程 面门就是迷因 就是在网络上面你看到 就忍不住想要分享 因为实在拍好笑的 的一个梗 因为欢乐的那个传播率 是大过恐惧跟愤怒的 所以你知道把一个讯息 弄得非常欢乐 那其实他一下子就会碰到 比恐惧或者愤怒更多的人 所以在当时呢 就是有一个谣言嘛 说我们的那个口罩生产 从一天两百万片变 一天两千万片 那但是其实不太多人知道 口罩其实是一种 就是塑胶产物是PP 那但是卫生纸呢 其实是纸浆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所以当时就传说 卫生纸很快就要卖完了 等等等等的 那所以大家都冲出去买卫生纸 俗称卫生纸之乱 那所以我们一侦测到 有这样子的卫生纸之乱 两个小时之内呢 我们苏织上院长 就推出了这样子一个梗图 这个是一个名匹谣非常好的概念 这个图的图说是说 无论你在怎么会屯 屯部的屯 这个我们都只有一粒卡层 对 对非常的非常的平易近人 所以它这个正面也有梗 背面也有梗 非常厉害 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对 大家只要这个一笑 其实人脑里面的回路 你不可能对一件事情 同时感到好笑跟愤怒 这两个是 就是mutually exclusive pathway 你不可能同时感到愤怒 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一笑过 你以后再看到那个 卫生纸之乱的谣言 你就不可能感到愤怒 因为你已经免疫了 这相当于接种的疫苗 那当然这个疫苗还是有payload 这个payload就是说 指将是南美来的吗 不是不是台湾馋的吗 其实这两个是不相干的 所以我们这边怎么争产 这边大概都不会 就是有shortage 就是不会缺货 那当然 当时到底是谁来 这个thread这个谣言呢 后来他们也真的找到了三个人 好像是卫生纸的直销商 所以是为了个人利益 来spread这个谣言 那所以当时就是 当然这个 我们经济不花 非常多的时间 去确保说 他在周末也有货车配送啊 什么之类的 确保说 大家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说 其实卫生纸真的没有缺货 所以当时没有过多久 就这个卫生纸专就下来了 那接下来就是泡面之乱 那个就是过了两个礼拜左右 那泡面之乱的时候 这个面团又推出一个 这个货很多尽量买 然后就是一个reverse psychology 就是邀请大家去买 然后在底下这个县长们 这个就贴说 这不能只是泡面要配青菜啊 什么当季的农产品啊 什么 总之拿到的非常欢乐 那一欢乐 忽然间大家这个愤慨的 感觉又消失了 所以这个humor over rumor 是很重要 那当然大家如果知道 这个卫福部有一支柴犬嘛 叫做总柴 那总柴其实是这个非常厉害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说 有一个大规模的谣言 但总柴是每天每天的 就是每一次他的那个指挥中心 只要推出一项新的政策 总柴就会把它翻成狗狗的迷阴图 因为可爱的狗狗 其实是不分年龄层 而且不分文化背景 任何人都会想要分享 这个RG是最大的 那所以像当时我们做 fysical distancing的时候 就是说你在室外 你要保持两只总柴的距离 是你要保持三只柴犬的距离 大家一下子当然就都记得 对 然后这个打合签 或者是咳嗽的时候 记得捂住嘴巴 防疫期间不要像他这个吃手手 要记得戴口罩 戴口罩就可以保护你 不会吃手手 之类 那这些其实他的重点 就是说他在这个 就是分享科学知识的时候 不会让人觉得科学 是一个让人敬人原知的东西 他会觉得说科学就是 很亲近的这样子一个东西 而且他们还不用去付 这个图的那个著作权费 因为其实我们每个部会 都有开放政府联络的人 就是专门去跟这些民间的朋友们 合作的一群人 卫福部的开放政府联络的人 家里就是一想支持猜拳 所以每一次CCC有Christ Conference 他只要回家拍个钞品 他就有新的梗图 有远远不绝的梗图 那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就是说确保说任何人 都是变成好像amateur epidemiologist 就是说你就是每天下午两点 就算没空听这个记者会 你多看这个梗图 潜移默化 大家穿上冰雪的知识 留心冰雪的知识 就升职人心 那这样的话 有新的状况发生的时候 每个人才能够很灵活的反应 而不是说一味的去听 这个卫福部top down去做什么 所以我常常跟他问我说 那你们这个听台湾多大 那我就说2300万人 大家都是防疫国家队 卫福部说大家戴口罩 大家戴口罩 卫福部说的时候不用戴口罩 大家还是戴口罩 就是说这个变成一个norm 就是大家整个社会的常规 那当然我们也有整理 所有我们这些台湾model 就是台湾模式 到台湾can help that us 这个就是我们外交部 现在对各国的一个 就是one side portal 那最厉害就是 这个根本就是 Gillian Lee style 这根本不是政府网站 这个是一堆人 就是刚刚讲这个 聂永珍啊 阿迪啊 这个 还有谁啊 林祖宜啊 对 对 志祺七七 对 他们几个 就是一起在群慕嘛 这个泽泽平台嘛 找贝克放达他们嘛 去这个大家捐钱 然后让他们登广告 那但是呢 他们当时是因为要抗议那个 Dr. Tedros 那所以呢 他们有一个就是相当中二的一个讯息啊 那所以就是相当的不成熟 那但是呢 就是因为有那么多人 就是两万多人嘛 去支持 那他们不只出钱 而且出力 而且就告诉他们说 其实国际并不是很care 我们跟WHO的恩怨情仇啊 但你比较care是台湾模式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国际啊 那所以一夕之间就 就是几十位这个非常season的这个英语的这个工作者啊 编辑啊 writer啊等等 帮他们把那个信件调整成还非常成熟 不输任何外交文件的一个程度 所以就好像一夜之间就等到 那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民主这件事情 你透过刚刚群众募资就是重包等等这种方法 他就可以完成民主的数位转型 那现在这个才是主要代表台湾的这样一个网站 其实卫福部也好 外交部也好 都是他们的后盾而已 就是民间决定方向 那政府这边提供资源 那这个就是social innovation 我觉得下一步不是for the people 也不是with the people啊 现在是after the people 大概这样子 给大家分享 谢谢 好那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考虑的 好啦那我们就开始了 OK好 07017啊 07017 对好 那我们就开始 Amy是想要问说 化妆品都必须要贴标做成品说明吗 可不可以加速开放数位的标志 可以更环保啊 而且也更完整的讯息给消费者 确实是这样 我们在之前有出立过一个案子 就是说台盐的那个什么假 就是假离子了 自然假离子那个含量等等 我们就发现说你不管写景语也好 行语也好什么 它那个包装能够用的空间就这么一点点 那所以我们就回去看了 Way服部那个标示说明 它其实并没有说你一定要用中文或英文啊 你用QR code也是一种标志嘛 对 所以就是说 我想实际上处在这一点上面 它因为就是我们之前那一场讨论的关系 它已经有重新review这件事情 所以只要你在足够醒目的地方放一个QR code 它说不定之后就是跟就是我们的文字或者是数字啊等等 网址啊等等 是有一样的一个位置 因为母法并没有坚持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数位标志尤其是QR code 我觉得是一个数位转型一个非常这个类似就是 entry point 就是你从尸体世界可以一下跳到这个虚拟世界 那但是这个QR code连到的地方 它是比较一定的格式啊 或者一定机器可读的这种accountability 不要说每个人扫看到东西都不一样嘛 那这样子的情况 那当然还是需要一些配套 但这个部分实际上处已经有在讨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而且我个人非常同意 有三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大数据交换要怎么兼顾个人隐私权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像我们在这次三倍券 三倍券是有一个数位一个值本 那我们在数位上面 其实就碰到这种大数据交换的一个情况 特别像我们最一开始想要知道电子票证 电子票证有yoyo卡吗 有y卡通吗 那我们想要知道说 有多少unique的人 就是说有多少人同时有yoyo卡 或y卡通 两个有一个就可以 但是有两个也可以 你不能只把他们两个的会员名单的数量加总 因为有很多人有两个 那但是你又不可能说 你要这两个的这个大数据身份证字号 交换给一个第三方 这绝对不可以的事情 因为他们一开始收集这个身份证字号 并不是为了给你做统计用的 那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新的数据的模式 好比方说有一个叫做 Secure Multiparty Computation 就是说很多人他在彼此之间 都没有就是分享他的这个 Raw Data的情况下 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做加总 还是可以做一定程度的运算 那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这个概念来想 就是说我们是用一个叫做杂凑的一个演算法 就是好比方说你身份证字号 最后一码都是减合码嘛 就是说他是把这些数字呈上一个固定的倍数 然后再加起来 然后确保说他没有加错嘛 那所以他也是用一个减合码的概念 所以就是说双方线约定好一个乱数 好像今天的日期到十分秒 然后你把这些事情跟这个身份证的号码呢 都加起来 加起来之后就只有一个验算嘛 那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份证字号 就会变成一个验算嘛 那所以呢两边 E卡通跟Yoyo卡都分别做一次这样的运算 那运算完之后呢 其实那是不可能还原回任何的身份证字号 那他们就稍微一比对 就知道说有哪些人 这个就是两边都有 那你就扣掉这些人的人数就好了 那这样子马上就可以知道这个统计的效果 那统计效果知道之后呢 这个乱数呢两边都丢掉 也就是说他不会再去能够重新还原 重新识别 那这件事情我们这个其实之前就是 我们在处理这个各自去识别化的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有发展出非常多这样子的演算方法 那之前的困难是说 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 就是像我刚刚就是很简单的去讲它的原理 但是你很难去验算说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那但是呢现在我们就是之前推open data 现在有一个推的方法叫open algorithm 就是开放的演算法 也就是说我把这个演算法开放 大家都可以验算 那大家都可以验算的话 你就不用特别相信我 你就可以自己去拿我的这个演算法公布在网路上 你自己在自己的这个data center跑一次 那你就会确保说这个真的是 他不会就是compromise任何个资 算出来的东西只是统计而已 那如果只是统计而已 当然它不能还原到特定人 也就没有个资保护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种分散式的开放统计演算法 而且就有点像是请白帽害客来验算 来攻击看看 看看他会不会不小心泄露个资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放的课题 那好在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比特币的社群 有以太方的社群 有很多的社群 他们都是一群彼此不是非常相信的人 然后在一个谁都不能够消去的 这样一个分散的账本里面 你只要一写进去 你也没有办法撤回 大家都会看到 所以你要怎么确定你写进去的这个东西 真的完全没有 就是我自己的个资在里面 这个叫做zero knowledge 就是说我写入的时候 是完全不需要叫零知识证明 我可以证明说 我没有透露任何的个资进去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链圈 现在正在开发的非常多的技术 那我也跟以太方的创办人 叫做Vitalik Buterin 我们现在也是在共同创 也是在做一个叫Redware Exchange 一个非盈利的一个组织 就是在推广这些从分散式账本 从链圈来的这些治理技术 到这个每一个国家的 预厂的这个政治的里面 来确保说 大家都可以co-create the technology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了解到 演算法的部分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在治理一个国家的时候 我们的组织法的部分 我们的作用法的部分 这些都没有copyright 也没有什么patent 也没有什么traymark 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律师 每一个法官等等 他都可以在一个完全开放 透明的一个环境里面 去讨论这个法的各种不同的版本 各种不同的诠释 韩式等等 但是现在呢 跟作用法几乎有一样强的地位 这个演算法 并不是大部分 并不是开放的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是 他做出了决定 但很难有人challenge 他的这个决定的部分 所以刚刚Jeffrey讲的就是说 我们在试着在行券里面 可能接下来就会有 各自的这个专责的独立机关 那这个独立机关 就是要担负这个open algorithm的任务 去确保说 关乎我们的决定 他都要用开放的演算法 把它分享给大家 那这样子自然就不会有 这个大家觉得 一定要在就是公共的这个安全啊 或者是说防疫啊 跟隐私啊 中间做一个取舍 他不应该是做这样一个取舍 应该是说 我们在做这个时候 一面促进大家的隐私 一面促进这个民主化 那这个Andrea想要知道说 越南不是民主国家 但是防疫做得好 为什么呢 其实你只要反应够快 然后你lockdown 做得够确实 那确实当然防疫就可以做好 就像解决infodemic 也不是只有靠幽默 迷阴的这一条路嘛 你也可以把就是往路线都拔掉啊 就是说 真的没有盲长就没有盲长言 没有言论自由 就没有不实言论 所以就是说 你总是有 就是我们这个解决方案 是比较botton up 你总是有top down的那种解决方案嘛 那所以越南当然采用 top down解决方案 也做得很好 事实上它是反应的速度 事实上比台湾并不慢 所以我们在差不多时间点反应 那他们用很 就是top down的方法做 我们用很botton up的方法做 我们到最后每一个人都变成 就是稍微懂一点流行病学 那越南可能没有办法这样讲 那但是无论如何 他们也是有疫情控制住 所以当然就是不同的政体 有不同的社会常规 那我们并不是说 只有这种方法才能解决 而是说如果有些国家 他想要深化他的民主 他不想要牺牲他的民主的话 他可以使用台湾模式 但如果他本来就不是 什么太民主的政体的话 他采取越南模式 当然是很有用的 我们并没有这是否定越南的意思 有两位朋友们想知道说 前面怎么样在提倡与建议 言论自由政府的同事 也就是说social innovation 并且被利用成为报名的平台 或者是政府的独裁工具 这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报名的这个平台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它会distract rather than attract 它是有division rather than consensus 那我们经过多次的这个实验检讨 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那个reply button 你如果没有一个按回复的按钮的话 那你就像脸书嘛 这个你按reply的话呢 就只是打脸 不是打书 就是说大家都是对彼此的那个人身攻击 而不是说好像就是就事论式的讨论一个问题 所以当时呢 我们不管是V台湾平台 用了一个叫polis的工具 或现在join平台 就是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连数 或者这个slider 我们所建制的这些新的平台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它没有reply button 你如果觉得这个问题问的不怎么样 那你唯一的做法 就是你问一个更好的问题 你没有办法去reply它 你没有办法去攻击它 对 那所以只要这样子的情况 其实到最后 就是它的那个分布就完全不一样 就我们如果有reply button的话 那常常就是大家吵来 那但是如果你没有reply button的话 好不像我们最常用的polis这个工具 现在这个工具已经就是正式变成 我们这个行政人组织的一部分了 它叫polis.gov.tw 它已经有它自己的网语了 那这个是当时我跟join第一次合作 引进polis的时候 讨论是uberx的这个案例 就是说uber在台湾去聘用一些 没有职业驾照的 他也不缴税 那也没有纳管 然后就宣称说 我只是说right sharing 那但是就说我上半时间 这个专门去接一个人 这是一回事 我一天上下班50次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感觉上就是以此为疑 那这种事情到底大家怎么看呢 那当时就是 我们透过polis 让大家看到 每个人的亲朋好友 像这是我的facebook 跟twitter朋友 每个人真的都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这边不是敌人 就是说不是nameless enemy 这就是你的亲朋好友 只是你可能跟他没有交换过 关于uber的意见 所以就是说持不同立场的人 他很可能还是有共同的价值 那另外很重要就是open data 就是说我们当时 就是请交通部把他们的数据公开 uber也有自己的数据 也公开 大家都看完了 这个同一个timeline之后 我们其实不是跳到说结论 要怎么解决 而是问说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所以每个人的留言 都必须用我觉得来开头 那这个觉得其实没有好坏 你可以对同样的事实 你可以觉得很开心 他可以觉得很难过 但是这个个人的感受 其实是没有好坏可言 那我觉得这个确认彼此感受阶段 就是民主的数位转型 在以前是很困难 因为以前的技术 一个人跟很多人讲话很容易 一个人听很多人讲话 根本不可能 但是现在因为有数位技术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中间加一个 确认彼此感受的阶段 那接下来brainstorm 就是最好的idea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让最多数人的感受 被照顾到的idea 所以我们就是把大家共同感受 变成我们的agenda 所以我们在多方厉害关系人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只以确认大家 共同的感受 来当做我们的议程 所以它就不会歪掉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reply 我们在这个使用polis的时候 其实现在就已经有另外一个polis 叫做向海致敬 现在正在run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海域运动有兴趣 冲冷什么之类 也可以去参加我们向海之间 只要找那个海委或海巡述的脸书 就可以找得到 那所以它的界面 就跟我们向海之间的界面是一样 就是说你进来 你有一个avatar在这 然后你会看到别人的一个留言 好比像说 我当时就有了一个人说 不管它是不是合法的这个驾驶了 但是他坐在乘客那个人 他的保险必须要有一个保险的险种去cover它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可以同意 你可以不同意 那你如果按同意的话 你就移往我这边一点 你如果不同意的话 你就会离我远一点 然后呢 接下来这边又会跑出另外一个人的意见 另外一个人的意见 那随着你按了好几次之后呢 你就会到跟你比较自从高和的人旁边 然后呢 这个系统就会问你说 那你有没有觉得什么呢 你要不要也来讲一些呢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算你这个想要这个打点我 因为没有reply button 没有地方可以按 所以你唯一的做法就是 你想一个更能够说服不同人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们每次run这个conversation 都是这个形状 那这个形状 如果今天大家只能记一张简报 希望大家记这张简报 这个简报是我们每次runpolis 都会看到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我们当时帮美国那个Bowling Green 在Kennedy跑的一个virtual town hall 我们是没有设任何主题 就是问那个 就是应该是一个郡吧 就是他们大家觉得这个priority是什么 对 那这个county呢 他们有非常多人 有两千多人参加 投了大概二十二万多票 那我们就发现说 当然还是有传统的一些ideology 就是民主党共和党 这个吵得不可开交的那五件事情 那但是呢 如果你只看他们的新闻的话 你就会以为说全美国只有这五件事情 那但是呢 事实上不是 就是大部分的人对大部分的事情 跟大部分的这个邻居是有大部分相同的看法的 只是媒体不强调这件事情 对 那所以光是看到consensus statement 有这么多 这就让大家这个想说 不管我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 其实我们都是喜欢Bowling Green 才会住在这边 那所以大家都会很愿意来 就是帮Bowling Green一项事情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你实际去看 所以不管它是identify us 就是民主党或共和党 但是有一些就是真的所有人都同意的 好比像说 当时他们在推动STEM教育 就是科学嘛 技术嘛 工程嘛 数学嘛 那但是呢 他们都觉得说 其实艺术才是重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有艺术的精神的话 那你用STEM的时候 你就是创造者的心态 如果你不是把艺术放进来的话 那好像是它四倍标准答案而已 好像只是应用这些技术而已 所以这个STEM才是重点 那当然后来有人加个D 变成这个design的进来 那所以 The arts ar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K-12 education 不管你是哪一个政治形象 不管你是哪个当然成员 只要是你说Bowling Green 差不多都统一 那这个对于那个市长而言 其实它完全没有什么成本 它只是就是把边班的方法 稍微改一下而已 那所以它这样子一做 说不定支持度就增加一些 也就是说 我们做政治工作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去让大家知道说 大家彼此到底在想什么 而不是少数的被媒体 过度放大的这些 那所以我们这边就是 Loging Through 就可以先走 那所以我们不但是Uber的落地 到现在这个投证会 好像终于这个准了 他们就变成一个 Pure的台湾公司 因此就可以刷 那个电商的三倍券 那这个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Leverage 好 那总之就是 就是当时这个讨论 到今天要落地 其实为什么Uber在中间 必须要跟我们谈谈 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说 他们自己的司机也好 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乘客也好 也都同意这些事情 他没有办法去就是强调这些 Division 因为大家对于纳税那网纳管 是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蛮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确保说 大家有一个 Come to rough consensus 就是一些虽不满意 但是都可以接受 不同的立场没有关系 有过分价值 等等的这样子一个平台 有这样子的平台的话 政府也没有办法 逆着这股民意来干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如果逆着这股民意 然后要独裁的话 那就是立法院马上就要被占领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在台湾我们确保言论自由的情况 那又透过这个 就是coming to consensus 而不是到Division的这样子一个平台 我觉得是确保我们民主 是能够深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 那有两个朋友们想要问说 在5G的时代 这个政府如果推动数学科技发展 在各个业 如果看待这个ARVRMR的应用 跟未来的期待 发生了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发展5G有一个口号 叫做越偏向越先进 所以其实是非常容易了解 就是说专门是在学习 跟健康这两件事情 因为在台湾就是你刷金融卡的时候 是资本主义 那但是刷健保卡的时候 就是社会主义 就是资本跟社会主义并存的一个重体 所以事实上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在健康的这件事情 跟大家要相同的学习权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都会觉得说 如果有一些地方没有的话 那是不可接受的 那就是一个非常社会主义的想法 那但是所有其他的事情 Fintech啊什么东西 那完全资本主义的想法 所以我们这边在5G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偏向 他因为这个比较少人愿意回去 因为愿意回去的人 他不管是小孩 比较没有人照顾 长辈比较没有人照顾 他在那边最多就是稍微轻挺点水 就是会参加一些活动 但很难去回去去生根 所以这个情况下 不是只有他的工作里面 好像他如果做农业工作的话 Agriculture Tech啊 什么无人机浓喷啊什么这些 当然很重要 因为他节省他的时间 但是更重要的是说 他的长辈和他的小孩 在健康跟教育的这两件事情上面 有充足的这个5G的资源 去帮助他们 那他们只要带上这个VR 或者是把教室 稍微做一个投影机 他就可以跟最好的别的教室 连成一体 然后他就不会有一种 好像他isolated 就是在偏向没有人问问啊 等等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5G标记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好好的设计了 这个auction之后 就多了一大笔钱 那这笔钱就是要确保说 这个4G利用率低的地方 4G目前还没有完全照顾到的地方等等 那在这些地方 我们就率先的来试 那他的目的就是试出一些 在学习上面 在健康上面 可以work的一些方式 那大概就是去确保说 好比像说 之前就已经有做 总统被黑客松 第一届的这个优胜团队 当时在蓝宇嘛 就是因为这个黑音直升机 这个后送 那晚上又下雨 然后就那个护理师就训难嘛 那所以我们实际去 interview那个护理师 就是从黑客松的团队 他的同侪 他都说 其实他们在那边就是 只要一有机会就想要掉回本岛 因为他们很难学到东西 每一次只要病情稍微严重 那就要后送 那所以就是他们自己 没有办法treat这些病人 那你也不能怪他们 因为按照当时的法规 只有医师在旁边的时候 护理师才能做处置 那医师在远距的时候 护理师是不能做处置的 所以他事实上 没有学到东西 那是因为我们法规 把它限制住 那所以他们就是 透过总统被黑客松 就是我们每年 会办一个活动 那像今年有200多的参加 最后有五个优胜团队 那我们会颁奖 这个奖是没有奖金 是一个奖杯 奖杯就是一个台湾的形状 底下一个投影机 你一打开就投影出 总统颁奖给你的画面 所以这是 我们叫一个神主牌 所以说总统就答应你说 你花三个月做的事情 我们在12个月里面 一定变成政策的一部分 那所以大家是为了 这个公共利益的创新 就可以在这三个月里面 去做实验 所以他们就实验说 那我如果再来雨 那我的在地的卫生所的护理师 或者是嘉一的医师 那以及负责去派 那个空行总队的 就是应该是阳明的医师 以及实际那个人 他如果major trauma 他飞到台湾之后 要去他的那个状科医师 这三个人如果能够视讯给 家属看 然后而且呢 你可以把这个病例的交换 什么用快速的网路都做好 他之前的检验报告等等 那甚至是说 他可以透过一些 augmented reality 就是说就告诉在地的 或是说 就戴上VR眼镜 你就在这边 做怎么样子的一个处置 就好像那个医师在旁边一样 那这样的话 家属应该会更信任当地 那他们花了三个月时间 确实是会更信任 所以他们当时本来是说 诉求是在每一个离岛都抓 但是因为他们得了 这个总统黑客送的 就是优胜团队 五个冠军之一 所以他是要通一机 一开这个 卫福部的主命就要去找钱 然后呢 这个内政部派空军总队呢 他们就必须要去修法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这个 远居医疗 护理师以及助产师 已经可以在远居的 医师的指示之下去 做treatment 这个已经是合法的 就是因为他们得了 总统的冠军 那而且呢 他们的卫福部也编了 足够的预算 去把不只是离岛 也包含 像一些原住民族的地区 超过一百个点 都有这样子一种 就是三方会者的能力 那当5G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能力 延伸到救护车上 甚至你可以在救护车上 就做treatment 那这个在高一 目前就是在屏东的后送上面 就是特别是恒春啊 这个奔岛中的离岛 我们也在做这样子的 一个testing 那所以我觉得 这些就是在 数位科技发展的时候 如果政府不来做 那大概一开始投入的 一定写很乎 所以只好我们来做 那我们来做 也不是没有钱 因为这个有5G标记的钱 所以我们就建立一些模式 那建立之后 后来的人 就可以benefit from this ecosystem 它就有一个生态圈了 Lena想要知道说 social innovation跟人民的素质 有什么样的观念 跟影响 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social innovation 它跟industrial innovation 就是产业创新的 基本概念还是类似的 就是说 你在一开始 透过数位化 本来是只有少数人 才能看到的东西 变成大家都可以看到 像刚刚那个dashboard 然后接下来是透过数位优化 就是说像刚刚讲到的 就是你要飞人到医院 你还不如从医院把人飞过来 而数位化之后 还不如双方这个远居会诊 那这个你可以把流程去优化 那再第三个就是说 在这些都做到之后 你可以在上面再长出一些新的应用 好比像说健保卡 它就是数位化 那每个药局都装了健保卡 来节省药室 这个连续慢性处方线时间 那就是数位优化 但在这个上面 忽然之间变成口罩地图 这个就是数位创新了 因为设计这两个系统 从来没有想过 都会合到地图这些事情 对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人民只要想到这个有 Public Benefit 那他就愿意去 勇于去Prototype 那也勇于去签Google 这个60万元 当然后来我们 我们跟Google谈判 说我们做了一个 100多个这个作品集 但我们愿意把Sponsor by Google Cloud 放最上面 就是吴展伟那个放最上面 但in exchange Google必须免了他的债 正如同他免了我们的债 对 因为我们用他这个也没有付钱 对 那所以后来Google就觉得 这真的不错 所以他们又愿意用他们的CSR预算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样子的状况 就跟这个我们传统的 这个Industrial Innovation 完全不一样 Industrial Innovation 是业界有一个新的东西 然后他来告诉政府说 这件事情值得 这个更广为使用 Social这个部门 社会部门是去弥补说 这个技术造成一些不公平 或者说这个技术 要怎么样 integrate 给社会 那这个社会部门来帮忙 想一件事情 但Social Innovation 刚好相反 Social Innovation 所以你先想出口罩地图可以这样子做 他去说服Google Google再来说服我们 那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Public Sector 它就是处在一个 After the People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大家越觉得说 因为我的这个想法 24小时之内就真的会变成Policy 最多一个礼拜 一定会在 像礼拜四 因为当时我们口罩系统 是每个礼拜四迭代 你只要等最多一个礼拜 你说你想要卷给国外 你就真的可以卷给国外 等等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这个Iteration越短 那人民的素质就越高 因为这有点像一个笔马龙效应 就是说你期待人民 每个礼拜给你有价值的建议 人民真的就每个礼拜 给你有价值的建议 如果觉得 这个什么明刻使油脂 什么东西 你只愿意这个两个月 一年给他一个实证报告 那当然人民就看起来 好像就是都不关心 但实际上并不是不关心 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脉络来关心 所以像就是每天开 这个就是 指费中心的指责会 也是这样子一种概念 就是你听到了 你听不懂 已经打192 你就听懂了 等你听懂了 你一定会有一些想法 因为想法应该就做建议 做建议 真的就 就是 留起像当时食药署 不是很想配音的建议 就是那个赖泉玉教授 说你用电锅 只要不放水 它可以瞬间升温到110度 又瞬间降温 所以它只会破坏病毒 不会破坏PP 那这个就是 社群运动的意思 因为电锅 想必一开始不是打算这样用 但是 但是他有时间数据证明 那所以食药署一开始 讲的很保留 我们要自己做个实验 他们自己做个实验 发现还真的有效 那所以 接下来他们做完实验 你马上就看到 我们这个指挥官 就试着 把内锅放到外锅里的时候 不小心把内锅架放到锅子里 显然没有用过电锅 那如果他诚意可感 诚意可感 那食药署长就辅导 带有电锅 然后赖泉玉教授 也被邀到科技者会来讲 后面的科学原理 所以这个就从一个 大家本来听了 觉得很狂想的事情 但是他确实有数据证明 我们到最后也没有面子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中央城市会官一向都是采取一个态度 什么态度就是 你叫江峰啊 你早说嘛 我们一起想嘛 对不对 就是一个非常 humble的态度 那这样子才能够变成 有一个影响性 就是说人民的素质 因此大家都觉得说 我们民国嘛 公民之国 就是每一个公民一起组成 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紫围再说 我时间已经到了 QQ 那我们就 我们就 就就快 就OK OK OK 好 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真的不好意思 对 那这个 这个还是可以 可以讲一下 其实我们在做 就是不管是食物银行 蓄食啊 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就是尽量 把那个加工的 让它比较接近当地 所以就是 第一个它一开始 就不会做那么多 就是即使它就是盛产 什么东西 它可以透过一个 就是加工厂 跟是土布的那个厂 不是工厂的那个厂 它可以在 就是当地就conserve成一个 比较能够 放得久的一个情况 那我觉得这个 因为台湾对于食安五门 是非常的注重 所以你一定程度 给这个初期权利者 加工的能力 是比说 你这个集齐品 变成过齐品之后 然后谁要来负 这个非登不可登达的 那个责任 我觉得是比较practical 所以我们还是要先回到 生产单来做 这其实有点像是 永续设计 循环设计里面 我们是在 eco-design这一段 而不是在回收这一段来处理 就是它一开始 就不要生产过多 那当然确实 我们目前其实 台湾这个branding 叫做Taiwan Can't Help 这个不是只有 我们全部在用 所有人都在用 任何人现在 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他想到台湾 他现在就不是 只想到珍珠奶茶 他可以想到Taiwan Can't Help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国家形象 是一个非常乐于助人 而且开放式创新 而且我们想到什么 很愿意你 好比像说 像刚刚那个口罩地图 隔了一个月 韩国就在用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们想到台湾的时候 想到是乐善好施的 这样一个形象 而不是好像一个 殖民的这个 剥削的等等 这样一个形象 那我觉得这是 台湾等于开放式创新 这个是非常值得 来这个大家一起 来promos一个概念 那么多数位 支付平台是plus or minus 我觉得都是 就是说一方面是说 我们可以去 非常跳蛙式的 是一些全新的这个东西 好比像说像 很多这个blockchain 在台湾 其实它本来只是做 分散上的 就是取代集合的这个作用 但是因为台湾 大家都很喜欢 发什么币 什么币 什么币 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 它也有这个促进文化的作用 促进认同的作用 凝聚的作用 等等等等 所以就是说 你看起来好像是 就是千变万化 没有任何一个 特别有规模 但是好处也是说 这样子释出一个 真正work的东西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 从最好的这边来学习 而不是这个今晚会主委 第一个认识的那个人 学习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当然更有利弊 就是说如果国家 用国家力量去说 我只发现一个价值 其他价值 我都不是很care 当然一下子 那一个价值 可以做得非常的漂亮 那就像我常常说 我们如果废除 超商设提款机 而且宣布一年之内 不抓伪超 那我们这个行动支付 瞬间就达八 百分之九十 那但是那个就是 叫做捆耳之之 是让他没有别的选择 再去用它 那在现在就是因为 大家有非常多选择 所以你真的得比 本来的优优卡 感谢信用卡方便 它才会thrive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是challenge 我们的innovation 而不是说在innovation 在一个人工培养的 环境里面去成长 那我想local fairness 跟local control 这个当然非常重要 不过我想在这里面的 这个local的意思是 Norm Norm first 话比像说 我们在引进 这个无人自驾车的时候 我们在空总 就是我的办公室 399号 实验了大概一年多 那大家对于这些 这个无人的自走的东西 当然都相当喜爱 为什么相当喜爱呢 因为它非常的慢 完全撞不到任何人 它就是一些三轮车 对 那因为我们那边 围墙完全打掉 它是一个公园 所以你从建国花市 就可以看得到我的办公室 你走进来 我很可能就在里面办公 那这个情况下 我们在这个东西 跟市场的互动 literally 跟这个flower market 跟这个建国花市的互动 就变成是 大家对于 无人车的一个norm 比像说 很多朋友们会希望说 它不要跑得太快 它希望它像是一个菜篮一样 让它能够做 hand free shopping 就是说 它在建国花市买了之后 放到这个篮子里面 它放满了 它往后退一步 然后再叫一辆来 然后再放到前面 这个platoon内 但它并不是让它当代步的工具 因为它根本自己有车 或者有计程车 它调的目的 只是它买画买玉的时候 不要一直需要寄放 不要一直提这个手推车 等等 那MIT的这个mediaolog 从来没有想过这个use case 但因为它是开放式创新 所以它就会改造 这两个眼睛 其实完全不必要 因为它是用lidar 但是这两个眼睛 是告诉旁边的说 我正在follow谁啊 所以它是一个表情符号的 一个作用 对 所以后来这个北克兰海朋友 就把它改成一个 是大家可以融入社会的 一个情况 所以所谓 known first innovation 就是说 我们透过跟市场的互动 找到大家对这件事情 觉得comfort 我觉得安心的情况 比方说 如果他这个 一定要打住一个人 要让一个人的时候 在台湾 他们透过一些实际的模拟 就知道说 大家都想先让长辈 然后呢 让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 做轮易的朋友 然后再让可能 还孕的妇女 然后最后才是让小孩子 老肉妇孺 刚好这个顺序 但是呢 在MIT 他们那边完全不是 是反过来 就是要先让小孩子 长辈没有人管 所以意思就是说 哪一个地方 并不存在 这个local control的一个 明文的规则 你必须要在一个 limited time limited time frame risk control的这个情况下 跟大家 跟这个新的科技互动 你才能找到 什么叫做local fairness 你除了engaged citizen之外 没有什么办法 你top down的方式 知道这个fairness 所以这个垂直场域的 实证 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最后这个 MIMI是说 还没给一些 这个大的方向的建议 当然可以啊 我觉得台湾 我们这边的价值 其实是非常的明确 我今天大概讲的 都是创新啦 就是社会创新 那大家也可以听到说 我们在创建过程 我们是要 就是每一次的创新 都要更inclusive 就是要含荣更多 本来他没有能力参与 没有能力去决定 他的命运的人 那他就是越close to the suffering 我们越要empower他 所以就是创新跟inclusion 好像一只鸟的这个 右边翅膀跟左边翅膀 它是互相平衡的 那他的方向当然就是 sustainability 就是永续 就是说我们登陆 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不是很完美 我们登出的时候 希望它好一点 那就是到期待以后 就都要更好 不是说我们 在这个过程里边 只是追求我们自己的成长 但是去牺牲后代 当然不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创新在一边 含荣在一边 那永续在最前面 我觉得这个是 最基本的方向 那就是数位是 为这些方向服务 而不是说 我们来要调整 这个自己去为 这个特定的数位的 演算法服务 那最后就是说 I believe in anarchism I'm a conservative anarchist 就是说 我相信是说 我常常就是 因为外国嘛 都会问说 那台湾你们正式的国民是什么 那我就说 我们是 transcultural republic of citizens 就是说 对对对 公民之国在华之中 就是说 对因为就是 我们这个综合万华嘛 就是说 我们有各种非常不同的culture 但是我们不是 一个culture 以进步为名 去打压其他的culture 相当我们是找到一些 inclusive innovation 照顾到每一个不同的culture 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了 才是这个中华文化 中华的意义啊 那所以 这件事情 transculturalism 其实就是可以去balance 这个corruption of power 也就是说 如果我的这个power 是communication power 就是让大家彼此之间 可能看起来 好像看不对一点的 我常用一张图 就是说 在你发展经济的时候 好像你得吸收环境啊 或是 你在发展科技的时候 好像吸收社会公平性啊 它看起来好像一个 零和的一个游戏 但是其实呢 我们中间这个绳子呢 其实呢 你如果把它不要当做 是一个零和 你透过这个数位创新 去想一些新的 新的hashtag 那这些hashtag呢 它其实可以去综合 两边不同的力量 也就是说 你可以一面做科技创新 但是科技创新的方向 就是比较照顾到 社会的公平性的 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 或者说 你在发展经济 但这个经济是循环经济 所以你越发展 生意做得越好 反而越固态 反而越没有态排放 等等 所以就是在中间这个绳子 从零和到融和 我觉得就是 transculturalism 最主要的一个想法 那这个确实只有在一个 就是尊重各种不同文化 美国文化的传承 都有对这个社会 有contribution 这样的情况 才能够做得到 所以对我来讲 power就是communication power 不是top down control hierarchical power 那我们确保说 我们这个宪法 就具有直接民权特色的宪法 就是当时这个 孙闻先生想象的这个概念 我们在这个数位的时代 我们用演算法 还是可以继续完成 这个民生的民权是互相加强 而不是变成好像互相抵消的 这样一个概念 谢谢大家 没有时间了吧 有时间照个下来 好好好